哈喽大家好,我是七月,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23年,那么新的一年也祝大家顺顺利利天天触大惊 同时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架刀就拿到手了还是脱根,因为前段时间我一样了 不过我还是有在经历发视频,知道前几天发现身体不对劲,去医院检查才知道 我找人把我的其他病症给引发了,所以最近老往医院跑,就没有太多时间更新,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那么新话少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欢迎收看本期游戏视频,陶利·塔克夫,新年洗脚片 选择的武器是SAG MPX,陶利安区人气最高的冲锋枪 改装属于半改,因为这个枪本身后坐力就不高,随便改改就能用 现在进行后坐力测试 不压枪的情况系,水平后坐有一丢丢高,不过影响不大 用了实战,反手就出生在豪宅脸上,这我不来不老六 经典六人位,时间正好两三半,倒霉蛋掐准时间上门 嘿嘿,来啦,来啦 Spray, motherfucker 来到西楼缺口,刚准备进入就听到有脚步,这哥们要是不动的话,我指定被溜 一顿洗脚轻松拿下 一顿洗脚轻松拿下 还捡了张显卡,价值15万 然后,来到豪宅准备收点东西就撤离的时候,听到野外有枪声 这我必须去抓他呀 还捡了吗 一顿洗脚轻松拿下 还捡了吗 除了蚪屁 会死的 一顿洗脚轻松拿下 二顿小延 装备是一把半杆马克思C和一把SKS以及一件5G弹挂 背包里还有一件高分子G1C的5G弹挂 总价值约在80万 起飞 来到内大战准备训练个棉包 谁曾经还抓住一名巨仔 好家伙 北山酒店遇到巨仔还挺少见的 刚进北山酒店就听到强声 连同样也听到了我的动静 直接从二楼窗口跳下绕后 这招对付萌生还行 把敌人装备说话完后 主流的敌人也纹身赶到 这一波直接给对面拉扯的一枯兜子 装备是一把满改AK70N和5G甲以及高分子巨蟹的头盔 不过5G甲被我洗空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理容 我是七月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